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4关渡鸟艺术 系列活动起跑楼 连接举办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祭等活动 结合了文化观光艺术 及生态保育等主题 让民众体验大自然 与观赏艺术家的精心作品 关渡鸟艺术活动 结合地方文化生态资源 打造成融合生态保育 与自然艺术的品牌 包含关渡国际自然艺术节 和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 透过艺术与教育性展览 带领民众认识都会去鸟类 以及鸟领居 那关渡自然公园 可以算是台北 非常具有特色的绿色秘境 而且在这里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进行生态教育的宝库 更是很多候鸟的栖息地 所以在这边每一个不同的季节 都有超过100种的鸟种 会来到这里造访 所以也成为很多 包括市民朋友 甚至摄影爱好者 拿着大炮 摄影器材来这边 那这一次我们的 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 其实就是希望结合 包括在地的文化 艺术 能够打造自然艺术 以及生态教育的在地品牌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自然艺术剂 或者是赏鸟博览会 其实都结合在地 包括关渡国中 关渡宫 这一次我们也特别 针对关渡宫的重浮池 做一些延伸的创作 那二方面 我们赏鸟博览会 刚刚也谈到 其实很多年了 那今年特别是以 宝岛鸟邻居 作为主题 让市民朋友 更了解 我们生活在 都会区的鸟类邻居 所以对关渡地区的发展 我们一直非常用心在规划 也谢谢在地的议员 包括红岸体验议员在内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 所有的市民朋友 来到关渡地区 除了赏鸟 也可以到关渡宫拜妈祖 也可以骑骑车 而且赏美食 我们希望在这边 能够成为一个 吸引很多市民朋友 愿意造访 特别在秋冬季节 赏鸟记 可以来到这边 好好的了解 我们在地的生态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 9月22号开幕 邀请泰国 法国及日本的艺术家 利用自然素材创作装置艺术 融入关渡国中关渡宫 台北国际 我们疗愈作为一个方法 和前年自然作为一个礼物 这些主题都和全体民众 跟艺术家们 共同思考目前现有的环境问题 我们所能表达的态度跟行动 是能够有效的贴近民众 让民众能够去感受到 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今年的作品 我们邀请到 法国 泰国 从日本及台湾的艺术家们 透过艺术家的巧思 巧手 像师弟 环境 鸟类 人类等 共同思考一起 融入 在这广袤的自然环境里 那同时呢 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亮点 就是加入了社区的参与力量 我们由关渡国中 关渡工 关渡自然公园 三方合作 邀请艺术家 陈友德先生 与关渡国中的学生 共同创作 产品名称叫 永渡池 可能可以投钱的 那我们这个漂亮的作品呢 将会放置在关渡国中的校门口 让所有的社区民众 都能够看到我们对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 关渡自然公园最重要的资助者 毁创企业 他也不缺席 有公司43位同仁呢 集体创作各式的鸟类形象 这些鸟类形象是象征 每年候鸟都会回到关渡公园来渡东 这不仅是艺术的呈现 他同时也是表达 把人类对这片美好的漆地 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心和重要性 关渡国际赏鸟国狼会 已经迈入第26届了 其实相当的有历史 其实我们早期关渡呢 其实因为它刚好是一个 基隆河跟淡水有的交汇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 冬后鸟栖息的一个漆地 所以每年冬天有非常多的冬后鸟 都到关渡这边来栖息 那其实最早我们台北鸟会 是关注在于赏鸟 所以我们最早之前 我们会在那个 关渡的堤防办所谓的水鸟祭 那一直直到2001年 台北市政府就是把关渡公园这个地方征收之后 那交由台北 台北鸟会来做经营 你看从2001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在关渡经营了20多年 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营这块湿地呢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 刚刚除了刚刚讲的一个 很好的鸟类漆地之外 其实它对于所有的生物 或对于整个环境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都市 都太过于水泥化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一些湿地下来 能够让这些 不管是动物植物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栖息的地方 那关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我们刚刚讲说 关渡虽然它非常适合鸟类的气息 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办的博览会 我们自从关渡公园成立之后 我们就把博览会移到公园来举办 那这个举办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教育 教育民众 其实我们台北鸟会很注重的一个点是 环境教育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来让所有的台北市民 或者其他的民众 能够了解环境保抑的重要 那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做鸟类的气息保育之外 我们也相对的关心了环境 其实我们每年的博览会 都有不同的主题 其实我们最早开始关心了 后来我们去关心海洋 湿地 甚至是蚁山这个概念 甚至是生物多样性 其实我们的鸟会 算是叫鸟会 其实我们关心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那今年的主题呢 叫做保岛鸟邻居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都市里 其实鸟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驻足停留下来 多看他们几眼 其实我可以希望大家都 大家走到路上没有事 就看看树啊 看看鸟 你会发现非常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观察他们的活动会非常有趣 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包含展览 市集DIY工作坊及关渡美食等 邀请市民走出户外 体验关渡的自然生态独特美丽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巴黎奥运除了运动赛事外 台湾也在巴黎拉维特园区设置了台湾馆 文化部就举办了分享会 感谢台湾馆筹备及执行的台前及幕后英雄 无论大家叫我们Chinese Taipei or Taiwan 我们都不会放弃参与国际的任何机会 巴黎文化奥运期间 台湾馆24组团队122位艺术家 历经15天共计57场演出 创下超过7万人次造访记录 并登上法国世界报 文化部特别举办分享会 邀请台湾馆筹备及执行的台前幕后英雄 分享在巴黎工作的点滴与感动 重现精彩时刻 并由文化部长李远亲自颁发纪念奖章 表达感谢 这是在现场很重要的一刻 林洋夺冠 大家在欢呼 那我们在后台 看着转播 第一时间播出来 号召全场的人一起来 呼喊 那一拍那一刻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要不要中文翻法文再翻英文 谁来说 后台马上快速的成型 一个团队由季娟 然后理化 做中法的翻译直接播放出来 我觉得那个是 在我们的视角里面 事实上一直不断在建构 这个支撑力的一个地方 那这张图对我来说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因为它是高挂在那个红色建筑上面的那张图 这张图一直有许许多多的讨论跟判断 但是还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都一起经过 可是在最后的那一天 事实上 我发现终于我们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去喊自己的名字 讲自己的话 过去 在我们正在家 算是 呃 怎么说 很多人都看近的一个顶头 但是 事实上 它里面有 很有泪涵 我们表演有 贏那个瓜爪 瓜爪 贏那个瓜爪 我个人觉得 很香味 在我们台湾我们在做团队的时候是一种 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意识而已 感觉没什么 但是去到外国 他们外国人感觉 很贵 好像感觉很特别的 最特别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的第三场演出是在晚上的十点 就是当地现场晚上的十点 然后当天我自己 就也还 也还在很担心说 到那个那么晚的时间 然后现场会不会没有什么观众 或者是没有什么人 可能因为时间比较晚 大家回家休息 但是 后来在十点 一开演之后 台下也是整片人山人海了 然后我们整个就 大家就开始就是觉得非常感动 大家愿意就是留到最后 然后来欣赏我们的演出 然后来台湾馆就是陪着我们一起完成这些任务 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最印象深刻的 关于我们台湾这一次 最好的国民外交大使 我们的珍珠奶茶 那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是让我对这一次的珍珠奶茶这件事情印象最深刻的原因就是 大家看到就是它是一张一张被折好的被整理好的那个冰棒的外壳 那它对我来说我觉得影响比较深刻是当时候就是一大群人不分组别 不分表演者不分工作人员不分各式各样的伙伴然后大家就是从卸货柜 然后拆这个纸箱然后一支一支的冰棒送进冰柜然后一起把这些包材啊 纸盒啊好好的整理的收纳然后送进回收桶哦 这次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我们竟然有五个DJ 大家可以掌声一下吗就是五个DJ 有DJ问号 混种哑人 汝泥 妖娇还有我 然后我终于有一种哇台湾的DJ终于走到这里的感觉 我们终于慢慢被台湾的民众然后跟官方认可 然后走上国际的舞台 包括像现在台湾的音乐祭像大港开唱 像浪人祭其实也慢慢有DJ专属舞台 大家民众终于了解到可能DJ不是只属于夜店 他可能可以比如说出现在美术馆啊出现在庙城 出现在很多很多不同地方 文化奥运制作行政统筹吴季娟也向文化部长李远 线上由法国技术伙伴特制应有帕维农台湾字样酒标的白酒 展现台发双方友谊 文化部长李远表示 这些在巴黎凝聚的团队不会因为文化奥运结束就解散 文化部将在明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延续这份感动 这是我们法国的一个技术伙伴她的女朋友在法国伯根地的一个酒庄 她为了我们特地把他们的酒白酒制成了一瓶一瓶的白酒送给我们 甚至在标签上印上了台湾馆 这个不能出现在会场的名字 这瓶白酒它见证了台发双方的友谊 甚至是文化奥运能顺利完成的一个证明 我们特地把它扛回来 我们希望送给部长送给一路支持我们的长官 我想我们这个团体不应该散掉 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几件事情 先宣布再说了 明年我们会在大阪世界博览会再来一次 大阪世界博览会我们再来一次文化的展出 因为大阪世界博览会 全世界在那边做一些经济贸易什么 那我们就争取到文化部再去那边找一个场馆 然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可以展出我们的文化科技 还有表演团体各种表演 在那边展现我们的文化实力 为了还原巴黎现场营造胜利奇境气氛 分享会特别复刻文化奥运台湾馆 以大舞台红圆桌红蚁头 布置出拉维特园区内妙城伴桌的情景 更架起从巴黎原装空运返台的签名布条 呈现台湾馆在文化奥运期间 来自世界各国朋友的亲笔祝福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民政局举办基优宗教团体民俗委员会 及委员纪孝行楷模联合表扬大会 其中大安区民俗委员会多年来 乐善好施 在会长沈凤云的带领下 每年荣获表扬 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秉持着关怀社会精神 积极推动参与各项民俗公益活动 广受民众好评 日前受到台北市民政局表扬 由副市长林一华颁发奖项 今天是台北市政府表扬113年基优团体 很荣幸我们大安区民俗委员会 每个委员都非常的热心来做善事 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耀 尤其今天有81个得奖人 我们大安区就有20几个委员受奖 这表示我们大安区 这个是一个大家说天龙国 但是呢 我们也是一个富额好礼 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大家都愿意做善事 刚刚主席副市长也跟大家说明了 今天总共受奖的捐赠的是 11亿3800多万元的捐款 今天才有权利来到这边享受这个捐款 虽然这个礼搬了这些薄薄的礼 但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安区 在郑区长的率领下 把我们大安区的每个的人文特质都表现出来 我们除了感谢我们大安区的民俗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也感谢大安区的郑区长 愿意牺牲小我来帮助我们大安区 做很多的善事 我们也要顺便来感谢区长的付出 每年的这个春节辉豪 爱心兼血 免费健康检查 颁发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奖学金以外 我们也做了城乡交流 我们今年是第23年做这个城乡交流的活动 我们每年都选三个乡镇 像去年我们是到了宜兰的南澳乡 圆山乡 宜兰市公所 今年我们是选择新竹县的武丰乡 关西镇 宝山乡 做这个 捐赠活动 我们就刚刚我所说的 把我们大安的大爱精神 垃圾好施的精神 散布到全省各地 因为我们每年做三个乡镇 我们已经做了23年 等于我们也弄了这个七八十个乡镇 这些钱都是我们大安区热心人士 大家共襄盛举 把大安精神的做出来的 台北市民政局当天也颁奖 许多基优宗教团体 民俗委员会及消息模范 感谢这些平日热心奉献默默行善的人 福安光平常的话 就是提供很多民众在那边 那个祈求拜拜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我们平常有 有洛适团体我们会捐赠 譬如说像我们那个中原普渡的时候 有很多大量的食物啊 我们会捐赠给洛适团体 譬如说那个益肉院 还有那个长老院 还有孤儿院 我们都提供大米 还有那个油 还有那个食物 面线饼干都会送给他们这样子 我们每年都会这样做 然后再加上我们福安光 也是列为台湾的十大财神庙之一 然后很多地方都会来这边拜拜 然后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还提供友善的厕所 让那个外出人 或是那个出外人 都可以来这边上厕所 不只是我们有最好的微笑 重点是我们有最棒的 很多的好人 很多善良的人 能够在我们的台湾社会 在台北里面默默的付出 而这些今天我们要强调的观念 就是一个我们要不能跟着时代变化 好 现在整个科技的发达 但是提醒我们呢 不能因为时代的变化 我们重要的价值 而因为这样而流失 透过各位成为大家的典范 有一个遵循的目标 也让我们所有不同的世代知道 其实一个社会要能够大家觉得有希望 觉得很正向 其实重点就是有像各位一样 可以成为他们追寻的典范 所以再次就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今天我们要表扬45个宗教团体 好 大家刚刚说的11亿4632万 这真的很多钱 大家你看多少我们台湾的民众 这样子来发心 来奉献 而这些善款呢 也用到了我们很多的公益慈善 很多的儿少保护 很多的老人关怀 很多的弱势家庭 还甚至有社区建设 所以就知道我们宗教团体 不只是宗教事业 还真的把善这样的一个种子 种到我们所有的美人的心中 非常感谢 再来呢 我们的民俗委员会 哇 这是跟我们社区紧密结合 好 所以我们今天有11个民俗委员会 得到表扬 有83位我们的民俗委员 也是一样要这边接受我们的感谢 那我们的民俗委员会不只在台北市推动 甚至也一样到很多其他的县市 来去把我们这样民俗改善的观念 能够 还有很多我们的传统好的价值 一起来保养 保存跟发扬 再来呢我们今天有四个孝行模范 这四个孝行模范也是告诉我们什么 孝顺啊 孝顺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今天很难得是 我看民政局选的 有一位还是我们现在还在念书的学生 所以就代表呢 孝顺的观念没有世代的差异 其中一位是我们的大学生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观念价值的传承 回过头来讲 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个地方 要再次代表台北市政府 要代表教案市长 感谢在座的各位 这次共有45家宗教团体获奖 捐资金额达新台币11亿多 在民俗方面有11个各区民俗委员会 及83位委员获奖 以及4位孝行模范人物 借由表扬大会 让获奖人把心中的力量继续发扬光大 也鼓励大家多多省善 记者问一句台北报告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宣布双北引进U-Bike 2.01 电动辅助自行车 结合通勤瑞壤及市区自行车道 提供民众减探运输的新选择 U-Bike 2.01 电动辅助自行车 与原先2.0版半脚踏车 十分相向 但多了电力辅助骑乘效果 置入蓝由灰色转为棕色 坐垫由黑色转为棕色 看上去更时尚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宣布引进1500辆 让民众多一项骑乘脚踏车选择 新北市跟台北市 甚至包括台湾市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尤其在推动U-Bike 从1.0我们大家一直合作 那在8月份我们新北市 把U-Bike 2.0整个都把它完成建国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跟讲市长 在U-Bike 2.01电斧车 我们在9月份将有1500辆加入这样一个行业 其实电斧车的交入U-Bike 2.0其实很重要 因为每次我看到我们同仁骑U-Bike 2.0来上班的时候 骑得满头大汗了很多 那虽然我们也提供一些盥洗的场所 给我们同仁换衣服 那毕竟有人还是希望骑电斧车 骑起来比较轻松自在又舒服 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我们维校单车 我们立志董事长大家共同努力 那U-Bike 2.01上路以后 我相信同仁这个困扰就没有了 除了这个困扰没有以外 更重要的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一样 我们在推动U-Bike 2.0 最主要的是要把自行车的廊道 建得更安全更舒服 因为骑自行车鼓励大家好用是智慧力能永续的最棒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在整个自行车的廊道上 像通学跟通行的廊道上 刚刚我们背板这个就是从台北市新北市到桃园市 那114公里的绿色廊道 那新北市除了在推动绿色廊道 在两三年就开始做起 那台北市跟我们也开始并肩作战 桃园市也跟上来 当然除了绿色廊道以外 我们新北市现在目前为止 建过了将近681公里的自行车道 这当中我们U-Bike的站 是了1341站 在这段时间我们启用了人次 2.55亿人次 所以新北市使用力很高 尤其新北市有一个高滩地 哇高滩地风景临媚 既然不要说交流 平常就人满满满 其用的U-Bike 2.5 那现在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才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环境 在推动减碳绿能永续的过程当中 新北市一定会往前走 那台北市跟我们一天并肩坐在 更重要建过北北基桃的生活圈 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今天能够来参加2.01的启动给你很开心 未来我们潮2100辆 现在是1500辆 未来骑2100辆 可能未来还会更多 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 骑电铁车更适应了 因为有些长辈们骑2.01更舒服 那万安市长还不需要到电斧车 离骑2.0就可以了 我虽然是可以常常骑2.0 但是我们2.01要上路 我也是很期待 想要试试看看 总是好奇嘛 觉得这个电斧车 应该是还不只省力 齐承起来 享受一下它的速度等等 但最重要 就诚如侯市长所讲 我们希望双北所有市民 都可以享受这样便利的日运输 所以我们台北跟新北 我们共同在交通上面 推动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共同 提倡议1200交通月号 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达到了相当的成果 让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使用交通月号 不只是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鼓励大家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再来 今年我们也正式 U-Buy前三中免费 在台北市我们实施之后 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也就是累积有22%的使用者 是从过去开车或骑机车 转换使用U-Buy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转移 使用交通运具的习惯 多多使用U-Buy 搭乘捷运和公车等等 那另一方面 我们这次推出2.01 最重要是要让很多 也许年长者 或者是要骑乘上坡 或者是要骑乘长距离 可以比较省力 1500辆加上桃园市 二月率先导入的车辆 共计可达3000辆 预计115年底 可以达到8100辆电动辅助U-Buy 增加民众便利性 谢长也告诉我 我们其实也非常重视安全 所以未来如果骑乘 超过了时速20公里 会切电 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0公里以上 那二方面也谢谢微笑单车 这次提供给我们的2.01车辆 充宝电可以骑乘100公里 所以也谢谢我们有这样子的新车 提供给双北的市民使用 那最后我想我们推出的种种这些 鼓励大家多使用论医书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节能减碳 达到静零碳排的目标 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打造一个低碳永续的模范城市 同样的也带给所有市民朋友 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那再次感谢微笑单车 也谢谢新北市府 然后我们市府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让今天2.01正式启用 U-Bag 2.01 最高时数可以达25公里 比一般自行车的车速快许多 不过得提醒市民朋友 为了安全考量 租借前需投保公共自行车 伤害险才可足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导 台北市内湖知名的 百年土地公庙贵竹宫 在立法委员李燕秀的后周下 多年来吸引越来越多的 顺心人士公益团体与企业加入 捐赠的物资数量也扩增到10倍以上 让更多弱势民众受惠 立法案李燕秀等人向福德镇神 上乡驻岛后开始进行捐赠仪式 这里是内湖知名的百年土地公庙贵竹宫 9年前在李燕秀号召下贵竹宫开始将信众的普度贡品 捐赠给弱势 结果这项供应活动获得外界好评 每一年都有新成员加入 让物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到今年捐赠贡品数量已经是第一年的10倍以上 受证单位也越来越多 今年的爱心更普及到彰化20的马喜乐社福基金会 让当年发起这项公益活动的立法人李燕秀相当感动 贵竹宫在这里 我们在三角这个地方已经超过百年了 那过去就是我们众院普度的物资也相当的多 那李燕秀委员发起的时候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其实我们贵竹宫 平时我们对于我们港股地区 一些清寒的这个居民 我们都有做这个急难救助 那他提起这个把这个普度的物资集中起来 我们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有意义 能够把这些物资不浪费 送到所有需要的人的手上 这是最大最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从第一年跟他一起合办 到我们今年第九年 我们从一百箱的物资 到今年我们总有一千两百箱 后来我们在第七年的时候 我们也找了我们的好朋友有工 就是我们的卢州奉安宫 我们也一起来做这个共襄盛举 所以他们也每一年都把中原普度的物资 送到我们贵竹宫 贵竹宫每一年都会办每一次普度之后 我们有清寒送暖的活动 那每一年都办的越来越大 然后支持赞助的地方人士 民间的团体也越来越多 所以台湾其实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我们从普度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年看到已经把贵竹宫后面都堆得满满的 那赞助的单位其实来的也非常多 里长也非常多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份资源都可以真正送到需要的人上面 那我更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协助的支持单位 赞助单位 然后今天来了还有很多的团体 都是长期在民间推动照顾的团体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更多的资源 每一年办的更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发想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有机会做中间的平台跟桥梁 然后把地方的资源照顾的更好 整合的更好 今年加入捐赠行列的三星人士 社区发展协会及企业团体 也都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共享盛举 让更多弱势团体及家庭获得协助 那我们合作社本身 按照内政部的合作设法的规范 就是要从事公益上的活动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 了解说我们贵族公 他长期以来 对于弱势的团体家庭 都一直有这样的照顾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讲来共襄盛举 付出一点民伯之力 所以我们全社 大概有八千多个社员 来讲 也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加入这个合作社之后 我们行有一利 一定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跟赵主任从小认识到大 那他报这么好康的事情 让我来参与 那你觉得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 意义很大 因为反正能够帮助很多人 需要帮助的人 那就是我们最基本应该做的 我们能做就尽量做 因为我们的社区呢 跟内湖的社区呢 都是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已经进入了老人的社会 已经老人的社会了 已经都超高龄的社会了 那我们特别需要关照这些老人家 我们目前协会也正在推 怎么样在地老化的活动 内湖区多位里长也出席这项公益活动 肯定民进的力量 让社福爱新网更加完善有力 我们有一些弱势的族群 还有一些独居的长辈啊 他们也都是很需要这些的关怀 不只是物资上 还是说平常上的这个寒暄 都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 强大的这种力量 那有这样子的活动 跟这样的机会 那借由那个我们协会这边 这样子能够赞助我们 那让我们再把这个爱再散播出去 我相信说这样子 是能够一个很好的抑举 除了捐赠普多贡品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贵族公每年在端午中秋 及元宵等传统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邮饭等 期盼让土地公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产业局推出台北市中小企业采购计划 串联了企业、政府机关、法轮的采购需求 鼓励各界采购中小企业上架台北好购推广平台的产品 让创新及中小企业更容易被看见 台北市产业局推动台北好购推广平台 将市内的稳创设计、永续、ESG、生计、健康、生活良品、服务科技等 优质产业的产品与服务展示出来 鼓励各界有采购需求 可以到平台支持中小企业 我们台北市一直以来非常鼓励各式样的产业发展 特别对于中厂企业甚至新创团队 我们都希望鼓励年轻的团队 不管是发挥创意运用最新的技术 提供好的服务 来不管照顾市民也好 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动能 所以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 第一是要打造台北成为 创意家友善城市 Founder Friendly City 第二个打造台北市成为 以AI驱动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很重要的两颗 产业发展的动能引擎 而怎么样能够打造成 一个创意家友善城市 当然过去这段期间 我们陆陆续续推动很多的政策 而今天这一项 是很重要的一项 也就是我们鼓励新创团队 他们勇于突破 能够规模化走向国际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新创三件 也就是 触投资 惠人才 触成交 也就是我们希望鼓励 这个大家能够 投资优质的新创团队 我们也展开双臂 欢迎各方国内外的优秀人才 加入我们优质的新创团队 而第三个很重要的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成交 也就是在新创团队 中小企业一开始草创初期 非常的辛苦 而往往他们很需要 能够有第一笔订单 或者是有人能够 来使用他们的服务或产品 所以我们今天建构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Tops 我们是取几个字的第一个字 Taipei Origin Promotional Station Tops 所以我们希望投资这样的平台 所以不管是让采购方 让供给方 都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 能够更快速 有效率地达到成交的目的 那当然我们也 透过这样的平台 让更多优质的新创团队 被大家所看到 那今天很高兴 现场也邀请了很多 我们优秀的团队 而我们这个Tops平台呢 主要放在五个面向 包括永续 包括生活 还有包括身体 另外还有包括很多面向 我们都希望 能够让这些优质的品牌 也结合 包括联合国ST7S的指标 能够鼓励新创同时也符合 我们台北市永续发展 希望守护的实证愿景 计划还搭配奖励机制 提供累积采购金额 最高的采购方与供应方 可以获得奖项与奖励金 买越多赚越多 非常感谢市长能够提供 这样的平台 让这些想要买好的产品的人 想要买产品的人 都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我也借这个时间 介绍一下商务协会 商务协会大概是 有300家上市公司 是台湾目前最大的 上市公司的组织 然后呢我们大概是 上市公司应该具备的 周边单位都在我们的会友 就像我们的余姬龙 安侯科技事务所也是我们的会友 四大会计事务所都什么会友 我们金融相关单位 大概有10家左右 我们大概是以科技 传统及金融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们也是 蒋市长的后盾 我们这个单位呢 可以购买产品 相同的也可以投资 相同的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周小企业变成一个上市公司 刚讲啊市场上面 永远充滞的资讯不对称 那上市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各界的教组 我们有最正确的资讯 所以不会让大家做很多的冤枉路 创业者共创平台基金会到底有哪些类型的创业家 其实我们就是叶飞台北亚来计划 在过去13年我们已经在台湾 帮助台湾自己本地有好的题目 好的科技 好的产品 甚至好的青年来做各种创业 那我想今天这个采购平台的这个推出 带给之后的新创都是一个更好的期待 包含我们第一期的多福旅行社 就是AMA第一期的创业家 那过去我们在谈台湾的创业有多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护国神山之外 我们没有中南部的中小这个我们讲 去文童顶级的中南部企业 那我们青年创业还有什么机会 但是在这13年来 AMA特别亚来计划 我们共有299位的创业家 他们都是来自台湾在地的 那其中我们也会分 他们有数位科技也有生活服务 所以我想这对应到我们刚刚讲 市长的创业三支简 还有在我的领域里面 我们都很期待会来跟 这个采购平台这边 可以有更多的结合跟发展 那刚刚也提到 我们有这么有竞争力的这个协会 在后面作为300家的这个采购方 以及投资方 那我们也提到 我们的创业家族在这13年 他们也逐渐长大 所以在未来这段时间 我想在他们采购平台上 他们除了登陆自己的产品之外 更多也可以提供他们叫做 我们叫他们怎么叫一大代小 因为大是大企业的事 但是如果是创业家 他们叫老创区代新创 所以我们的这些有经验的创业家 也可以成为这个平台上 可以提供帮助的业师 甚至更多的一些合作 我们现在大概有超过 二十几万的成立人口 然后呢这个有超过六千家的企业在内科协会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呢 这个我们也希望 这么多的营业额超过五兆 我想我们这里呢 资金 我们也有很多的人才 那因此呢 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平台 我想我回去以后呢 在协会里面 我一定要大力的推动 让我们的协会的会员们 让这些企业们 都能够尽量加入这个平台 不管在上面采购也好 或上面提供他们的服务或产品也好 那当然 因为我是从台南电子来的 所以呢我们公司呢 也有很多优势产品 我会希望也把我们公司的产品 跟我们的采购 跟这个平台做一个很好的借鉴 台北好购推广平台开放注册登陆 欢迎登记在台北市的新创 与中小企业参与登陆成为供应方 让更多政府单位企业团体 法人单位聚焦采购能量在平台 双方都能成为台北好购雷点赢家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第一天 立法院全民防卫连线正式成立 由立法委员吴佩义接任会长 副总统萧美琴希望将全民防卫意识 更有系统性的专业性的落实在每个政策上 让台湾更具任性社会更加团结 副总统萧美琴与发起成立立法院 全民防卫连线的立法委员吴佩义等人 开心合影 承袭前会长林静怡奠定的基础 接任会长的吴佩义期盼全民防卫连线的成立 能为提升全民防卫意识尽一份心力 在进入立法院的时候就跟大家讨论一直在筹备 因为我们认为全民防卫意识的提升 是此刻是前所未有的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今天终于来到连线要成立的日子 那我要再次的感谢大家 那赖清德总统目前呢 一日前也成立了包括气候变迁健康促进 以及全社会任性非常重要的几个委员会 我们希望未来立法院能够来担任政府 民间的桥梁 那全民一起来努力提升我们全民防卫的意识 特别出席成立大会的副总统萧美琴表示 台湾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 每一次影响公共安全的灾难都让我们从中学习 让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打造更具韧性的社会 地震土石流以及各式各样的公共安全 大规模的灾难等等的这些挑战 都让我们知道要从过去的悲剧当中 学习让我们社会能够更具韧性 同时要学习让每一个我们的国人 让我们的公民更能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不仅是因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天然灾害 及环境影响 地缘政治的挑战更在大家眼前 萧美琴强调全民防卫的本质 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立法院成立全民防卫连线 可持续扩大与民间团体 及所有社会力量的连结 在这个时间点更加重要 在这个防卫连线的成立之后 我们更希望赖总统 近期内也要召开的 全社会防御任性委员会 在跟民间团体的互动当中 以及政策的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 更能够得到立法院全力的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大家 也希望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产官民学 大家共同的到位 以及承担各自在不同岗位的责任努力之下 能够让台湾更具任性 能够让台湾更有实力 更能够让台湾更团结 立法院全民防卫连线 共有32位立法院加入 期盼从各个面向 加强国人对建立防卫意识的重视 不管是观念的宣导 先进 概念的引进 甚至于训练量的提升 我在这儿鼓励我们政府的部门 要多多协助 借助民力 在平时就建立合作的管道 把面对危险 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 乃不会不断 全民整个办法的领线 比如说鼓励民众 怎样的办法 为了一个责任 或者给他更多的一个攻险意识 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小朋友也可以让他理解 什么叫做全民防卫 这样子的一个总体防卫 是对国家好 也对自己好 这样的概念 我认为都是可以讨论的 清房这边能够协助 不管在法治层面 还是在宣导的层面 让这个社会能够快速的建立起 对 不管是对战争的认识 对灾害的认识 或者说对敌人的认识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不是国家的责任 而这社会有的责任 所以这社会总统的品质 的建构是非常重要 那从地方开始 更是展现 全民制度防卫的决心 记者张其台台北报道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 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今年适逢青发战争140周年 市府特别在百米望炮台举办了一场山海音乐会 邀请游客徒步上山享受专属基隆人的异国音乐饗宴 每升天后周会在台上开唱经典成名曲 约定让全场听得如刺如醉掀起满满的回忆沙 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起路前行 一起来咯 你不约定但我的往事不是停 你也但永远都不让不犯的心 唱完一首还不够接着再唱 台下观众拿起手机进入这感动时刻 仔细看这场山海音乐会 地点在百米望炮台 不仅有美丽的音乐会 还有摊位市集 尽管台风外围环流搅局 但民众热情不减 不错啊因为在听音乐 百米望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炮台 也是守护我们基隆最重要的堡垒 那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音乐 通过多元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大家看见百米望 也记得百米望曾经守护我们的地方 让更多的基隆人可以带更多的好朋友来看 这个山云海最美的一个百米望炮台 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场抽出活动大奖之外 也冒于和现场摊范和民众握手之意 前八14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今天的百米望炮台音乐会 真的是在有山有海的一个环境 继续欣赏更好的音乐 而基隆也要往音乐城市迈进 除了一年四季都有好的活动之外 而且我们在音乐的音频方面 跟未来培训当地音乐人的方面 都会做更多的努力 让基隆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城市 有东西要一定要串联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来自很多很多的民众 包括外信市的人来这边参观 我们这边的风景美貌 真的这里是很漂亮 又有炮台 然后这一点天的活动 市长加油 活动中还出现了小插曲 当地太白里居民 拿着太白里的礼花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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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不时下起争雨 但仍交不习民众热情参与 美声天后周会 台语金曲歌王 荒山亮 圆明金曲歌手 拉卡乌帽 和日本流行歌谣歌手 轮番演出 让民众享受一场 以三海景观为背景的音乐饗宴 记者黄稍民就报道 另外市府在和平岛公园 举办一场无障碍 青海成果嘉年华 邀请身心障碍者亲近海洋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下水 玩得不亦乐乎 希望未来能扩大规模来举办 在教练协助下 身上朋友开心坐在浮板上 享受滑奖乐趣 其他同伴们陆续下海 玩得不亦乐乎 很开心就对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玩水的 那因为她非常喜欢玩水 可是平常对我们来讲 我们不可能自己带她出来玩水 因为不要说器具的关系 光环境 我们要找一个她可以玩水的地方 其实都不容易 自从知道就是有这些活动之后 我们就会很关切这种问题 大热天玩水清凉又开心 和平岛公园严格把关 建制无障碍友善场域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下海 和深藏朋友一起体验逆奖活动 我觉得玉兴助长 跟我们这边一起办这个活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然后让我们这些各类不同的好朋友 难得能够有下海的机会 我看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 而且非常的感动 我们基隆市就是不断的努力去朝向 让更多的环境 更多的城市生活都没有障碍 这个也就是我跟玉兴一直以来 努力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身上有机会去能够玩水 玩水对我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因为也是很少会有这种机会 所以看到有这种机会 就赶快来报名 赶快来玩 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亲近大海 深岸府海委会及北关处 在河滨岛公园举办无障碍青海 成果嘉年华 参加活动的深藏者 不少人都是同一次青海细水 障碍者最好是常常出家门 那不是去医院而已 更要亲近大自然 所以我们是海洋的城市 海洋的疗愈 海洋的美丽 要让所有的身心障碍者 都能够平等的参与 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的活动 不管是硬体的设施 或者是软体的服务 我们都有很详细的准备 其实河滨岛地域公园 在107年开始 我们就打造整个园区 就是一个无障碍的环境空间 希望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可以看到这些世界级的一些地质地貌 那我们在今年更进一步的 跟市府合作 还有跟北关树联手 去打造整个无障碍的水域游戏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不管市场 听障或支障 都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载具 专业的教练 可以让他亲近海洋 让他去 几十年可能都没有想过 他还可以再下水去体验 所以我们这几次办下来活动 看到人家的笑容 都觉得很感动 真的你要讲无障碍的平权 其实就是从政策开始落实 城市有碍 然后生活无碍 我相信是现在市府很在意的 我看到这个活动 也真的非常开心 跟也期待每一年都可以办 未来不只是希望是说 金融市可以落实 就是海域无障碍 还有我们可以慢慢朝向 青山进水也无障碍 无障碍措施 跟各项政策 才是城市真的该追求的 光荣感以及进步性 河滨岛公园自律于打造 无障碍的吸水场域 在专业教练陪同下 让身上朋友有机会 敞扬大海一圆梦想 记者黄绍鸣即用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